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一起殴打案件 不明人士朝着正在施工的有线电视人员 推挤出售事发突然 受害者身上多处挫伤 以报案依法处理 就是这么突然 中加宽平数位天空有线电视工程 在西原路一段136巷附近施工 突然遭不明人士殴打 还口出恶言 事发突然 工程人员赶紧拿起手机录影 一句没看过坏人吗 恐吓施工人员 并不断的推挤对方 企图阻碍有线电视人员 施工服务在地民众 造成受害者多处挫伤 赶紧就已验伤 中加宽平为提供全台地区良好的有线电视与光线网络品质 按照合法程序施工检修 这次图遇不明人士攻击与言语辱骂 将不纵容违法保案依法处理 记者台北报道 2024台北灯节荣耀光尘 2月17号在台北西区全面开展 横跨捷运西门站至北门站一带 共设置了123座灯组 每半小时三分钟的主灯秀 搭配音乐制作人K6刘家凯 创作的乐曲看头十足 台北西门丁竟然飘雪了 原来这是今年台北灯节的一部分 主灯秀式灯 由鱼耀西门呈现光龙 龙耀光尘三个章节 呈现包围及环绕效果 让各个角落的游客共享盛举 配合展演的鲤鱼所喷出的泡沫 就像雪花般洒落 有无毒认证 民众身上沾到甚至吃到都不用担心 大家可以见到我们的左手边有红色的鲤鱼 一会我们的展演的桥段 会先由鱼耀西门这一个章节展开 接着我们在第二分钟的时候 会回到了我们呈现光龙的主灯秀 在第三个章节的时候 是鱼耀西门以及我们呈现光龙共享的展演 我们希望这一次整个的主灯秀 是可以有一个包围式环绕式的展演 也就是民众在各个角落各个位置 它都可以感受到灯光的变化之外 我们有做了很多的特效 甚至一些机械的动态 那在台北这边我们也同时用了非常多的永续 跟绿色环保的策展概念 我们希望可以率先引领这样的潮流 所以可以见到我们在主灯的 我们这边的五彩的祥云 我们是用木材打造的 这个木材的来源是我们在整个灯具布展的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木料丝与的废纸 我们将它转换为我们展示出来的一个展品 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测展方向 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散染的垃圾 更可以提高一个绿色的测展的一个意识跟抬头 那当然在我们的主灯的本身 它在白天我们是借助阳光的光泽 本身就会带着金光闪闪之外 一会儿大家可以见到我们的龙生 其实会随着灯光 困满不同的色泽 包含青龙 红龙 甚至到我们黄龙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利用这样五彩祥龙的概念 也可以代表台北市民 更多美好的祝福在龙年这一刻 那期待好朋友们都可以来看看 那今天我们看到主灯 这个很顺利的来展现 我想未来 在我们每30分钟一次的展演里面 它除了美 然后有一些客气感之外 它其实也是一个永续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期待大家都能够来欣赏 台北灯节2月17号全面开展 主灯以纯金束打造高三层楼 每半小时展演 搭配音乐制作人K6刘家凯 创作乐曲 位于捷运西门站出口上的两只鲤鱼 喷出大量泡沫 接着龙生在烟雾环绕下逐步点亮 最后抓住龙珠 象征抓住目标完成梦想 台北灯节最终是由艺术家 跟我们当地的艺文团体 大家跨界合作 来将这些我们的不同的灯具 透过这个不同的展现方式 来展现我们龙的意象 来这个诉说龙的故事 那所以啊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大灯区里面 来看我们各个灯组它的特色 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那也期待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2月17号到3月3号之间 我们整个展具的灯都打亮之后 欢迎大家随时到这个西门町周边来 来欣赏我们2024的台北灯节 所这个呈现的美丽 赏灯路线民众可以搭乘捷运到北门站 一路向南到西门欣赏主灯秀 或是从捷运台北车站 经过交巴广场到北门欣赏光雕展宴 再回到中华路 也可以直接从捷运西门站出发 往北沿路至中山塘广场 参观竞赛灯区 欣赏不同灯组特色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开学日 到南港东兴国小发红包 欢迎小朋友回到学校上课 还进入教室当起了新同学 分享寒假生活和书包简中的小秘方 一大早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就在南港东兴国小校门口 发红包迎接小朋友 祝福小朋友新年快乐 学业进步 许多家长也开心地用手机 记录这难得的时刻 能够见到那个蒋市长 还蛮开心的 开学第一天对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吗 开学第一天 我孩子是六年级 那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 的一个开学日 觉得能够参与他的开学还蛮幸福的 红包袋里面有两件东西 一个是东兴国小的徽章 另外一个是一张小纸条上面有灯笔 所以孩子们在东兴国小今天中午都可以到学校辅导室 来兑换奖品 有一个基点的制度 那孩子看到这个纸条也很开心 那我们也应应接下来元宵节 孩子可以多了解一些灯笔 然后也可以跟家人互动 保护财等米 同学好 我多指教 上课中享 蒋万安化身新同学 与东兴国小学童分享寒假点滴 蒋万安说 寒假照顾三宝一打三变成三打一 让他很崩溃 他也和孩子们打羽毛球并下足做菜 为了让我太太好好休息 我就你打三变 一个变成三个小朋友 但是最后结果变成三打一 三个小朋友让我很崩溃 所以后来赶快提早上工 另外我过年时候还有打羽毛球 会打羽毛球举手 你们很厉害吗 下次跟我一起打好不好 我也没有很厉害 你把你的书包放在这个秤上面 甲安接着进行超级任务 和小朋友一起减轻书包重量 希望书包重量不要超过学童体重的八分之一 甲安表示台北市三年编列12亿元经费 将改造5400间教室设置物柜 以增加学童置物空间协助减轻书包重量 甲安也分享减轻书包重量的小秘方 我们都很希望孩子书包能够越清越好 当然也不影响他的学习 我们先从学校开始 我们进行书包重量的规划 所以也透过很多方式告诉孩子们 其实今天会用到书包放在抽屉柜 不会用到就放在学校的事物柜 就不需要每天把所有的课本教材 放到书包带回家又全部带到学校 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 比如说水壶不要装满水 那到学校以后就可以自己再装水等等 我们希望透过各种方式1.1滴 让书包能够减轻 同样的我们的标准是希望 每个书包的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其实也规划接下来三年的计划 我们总共编列12亿的经费 透过整个普通教室的改建 最重要是教室后的置物柜 三年然后我们会针对5400间的教室 而且让老师跟孩子共同参与整个置物柜的设计 导入相关的美学 以及创意发想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每间教室的置物柜 有足够的空间 让孩子 应该留在学校教室的教材书本 放在置物柜 新北市日前发生校园各警案 引发外接对校案的重视 对新北市研议 在班级设置求救灵 教案表示将会参考其他县市做法 并聆听学校家长和学童的意见 对于今年开学日比开工日晚一天 延伸孩童照顾问题 教案也回应表示 未来会尽量协调 满足各方需求 我们都是照相关的程序 就是 当然 如果说能够同一天是比较好 但是需要一些调整 那二方面我想 本来我们规划的开学日 就是今天第一天 那的确 我听到一些家长 会认为 可能今天我要上班孩子 还在放退一堂家 可能照顾上面不方便 为了我们会来协调看看 怎么样能够满足各方的需求 由于近期新冠肺炎与流感疫情有升高趋势 小阳恩说已经特别提醒校方与老师 加强洗手等卫教宣导 也会持续推动流感疫苗施打工作 希望所有市民都能完成施打 提升身体保护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湾国际蓝展和世界蓝展 2月24号到3月10号 在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 兰花园区与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 台南市长黄伟哲 北上行销蓝展手作鲜花体验兰花之美 国际知名舞团兰阳舞团 透过舞者曼妙舞姿 舞出兰花元素 另外舞蹈唱歌实力坚强的艺人 宏伟哲也为活动热唱 台湾国际蓝展以及世界蓝展 那两个地方分别在我们后壁兰花升级园区 以及在高铁台南战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 配合着我们晚上的灯会 有越境港灯节在盐水 以及我们台湾灯会国家灯区 在高铁站区 所以可以说是白天到晚上 这个节目精彩美不生收 更何况台南是一个历史文化古都 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所以呢不仅是眼睛可以看到美丽的兰花 看到美丽的灯 那嘴巴也可以吃到 吃上美丽的这个美食 好吃的美食 所以呢很欢迎大家从 2月24号到3月10号 我们台湾灯会 以及2月24号开始的台湾国际蓝展 跟世界蓝展 都欢迎这个好朋友 不管是北漂南漂 通通漂来台南 漂到我们台湾国际蓝展 跟世界蓝展 台湾国际蓝展与世界蓝展 共同举办 可以说是融合两大盛事 首次创举精彩客奇 让台湾兰花跃上国际舞台 现场青农也和黄伟哲市长 共同手作凶花 体验蓝花的生活应用 因为蝴蝶蓝是我们台南的产物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台南的蝴蝶蓝 用台南的蝴蝶蓝 蝴蝶蓝一朵花就可以很漂亮了 只要简单的装饰 就可以让新手很容易的来学习 对 这样拿下来大概可以 也到洞瓦布可以撑多久 这样大概可以撑两天 对 对 加一个背景 然后我们再让它有线条一点 这是国蓝的叶子 国蓝的叶子 这样 再捏住 好 捏住 这时候就要考验手劲了 难度那么高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捏一张有漂亮吗 我觉得蛮美的耶 事实上 兰花的产业 大家想到台南 不要只想到这个排击店的三奈米 五奈米 大家想到台南 要看到很多很多科技结合我们传统的产业 那兰花产业已经不再是过去 大家感觉 早上出门 在农田里面 辛苦的这个除田除草啦 然后这个耕种的农民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最重要的是 我们兰花产业结合了科技 结合了艺术 结合了美 这个美丽的这个花卉 都打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台南的这个兰花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台南的兰花占世界六分之一 那占台湾的二分之一 所以台湾的兰花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举办的国际兰展很多兰花界的 甚至花卉界的 甚至外国许多这个好朋友都会想要来 全世界办兰展最成功的 全世界有三大兰展 东京兰展 世界兰展 跟我们的国际兰展 那这次三大兰展 有两大兰展 同时就在我们台湾 也是在我们台南 这个整个的兰花占世界来举行 我想这是空情 不会接获 我想这个是一个难得的盛事 那我想我们农会部委跟市政委这边合作 希望推广我们这个兰花的产业 那兰花 我们除了去外销美国 外销日本 外销韩国 那其实我们要打通全世界的这些兰花的产业 那全国兰花的这些产值大概有七十几亿 那外销部分 占了六十几亿 是将近有九成的 这是兰花的一个产值 跟外销的量 我想举办这样一个兰展 吸引全世界所有的兰花的爱好者 可以同步 可以同时也可以同步 来欣赏这样一个兰花的这个盛事 我想在这边 跟代表农业部委 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在我们2月14号 到我们的这个兰花园区 跟我们的这些大台南的事物东西 一起来欣赏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世界兰展的话 我们在台湾台南高铁展区里面 结合了台湾灯会 所以我们白天可以看兰花 晚上可以看灯会 中午像市长讲的 我们又可以享受美食 台南的美食 真的是一个很 充满了很愉快的一个行程 接着下来的话 如果有再安排行程的话 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台南的后壁 我们将举办的20届的台湾国际篮展 台湾国际篮展 我们以台南市版为主题 将宫庙 然后八家将宫灯 一些台南在地文化美食 结合在这篮展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南的热情 台南的热情的奔放的感觉 第二十届台湾国际篮展 继第二十三届世界篮展 以婆娑之篮舞动世界为主题 涵盖台湾兰花宝玉 历史文化 生活应用等多元层面 在展区设计上 也有现场贩售 数位互动 主题景观的优秀设计呈现 邀请各界共赏兰花之美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什么 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 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 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 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 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异常 假的 三 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 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 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几率 假的 五 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 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 二听 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家集团关心您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创世华山仁安策略联盟的第三十四届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活动 动员了九百名同仁与义工 台澎金马二十二县市同步送礼 传递社会真挚的关怀与祝福 创世华山仁安策略联盟的第三十四届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包含台澎金马二十二个县市 动员大约九百名同仁与义工 把丰盛好礼与祝福红包送 打给全台一万三千多名弱势朋友 让他们感受社会温暖 第三十四届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其实我们是从三十四年前 三十个便当开始 早年我们都是透过办团圆业的方式 希望在年前给这些弱势的家庭 有一个团圆的感觉 那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改成把这样子的有年味的家肴 跟一个祝福的红包 送到我们的个案的家里 那今年呢我们也是以这样的考量 把年礼跟红包送到个案家里 但是我们也是期待有一天 就是整个疫情都可以真的 比较没有这个传染上面的考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恢复我们以往的团圆宴的方式 但是今年呢我们预计全台在今天同步 把这样子的年礼跟红包送到 一万三千两百五十个 我们的主人家庭独居长辈 以及街友及单亲妈妈的手中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让他们能够有重拾希望 影响一个新的人生 清潭国小的舞狮团 三只小狮子热热闹闹 兴高采烈的舞着狮头 欢天喜地庆祝创世华山仁安策略联盟的 第三子四届韩式吃饱三食送礼到家活动 热闹开场 我小非常这个精彩的表演 那小朋友都好小 然后还可以表演得这么有活力 这么有精神 非常谢谢大家 很谢谢我们今天创世基金会在场的 我们的吴主任 还有我们的黄组长 也特别谢谢创世在这个过去 已经今年办到三十四届 能够持续刚才吴主任告诉我 这一次是有六万多名的这个赞助者 来帮助我们共同 募集了一万三千多份的这个物资 一起 然后而且从今天开跑 全省就是送到家的这个服务 说实在的 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台北市从今年是二月六号 我们每年也都有办送年菜的活动 我们今年是二月六号要开跑 我们募集了两千多份 也是跟这个民间团体一起的合作 那我们也有结合很多的民间团体 一起就是很壯观 在我们那个周边会有非常多的车子 他们就一起开跑一起送到家 非常谢谢 我想不管是今天的活动 或者是在我们市府的活动 一样都是透过公司协力来关心我们的弱势的朋友 在这里呢我除了感谢之外 我们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好朋友 以及我们的弱势朋友们 大家一起攜手 即便在冷的寒冬 有我们的温暖与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会生活越来越美好 其实呢我们在去年大概年中的时候 就一直希望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延续以往的 伴团员 就是伴作的这种形式 但是因为大家也都有关注到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在最安全的考量下 不要有一些传染的疑虑 所以呢我们还是想说 今年先以这个送礼的方式 但是在明年在过年前呢 其实我们也会持续 其实我们每年要筹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都需要花费将近六到七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的创办人就不断在提醒 我们要随时关注 整个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 配合政府的一个政策 来积极提前做一些规划 希望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 可以恢复到以前办团圆宴的感觉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 来抛砖引玉 带动社会各界 共襄盛举 爱心送暖 能够来帮助这些老穷残 还有弱势族群 从疫情开始 韩式吃饱餐时 半周年夜饭活动 就改成送礼到家 但一样有满满的菜色 并且真空保存 不受空间地域限制 随时都可以享用 年后的植物人服务一样不间断 盼大众点滴支持 让关怀持续不止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七成上班族是收支打平 甚至入不敷出 因此高达八成四的上班族 有意在岁末年中抢赚外快 秀出在社群平台发布的影片 游先生是鼎大化工系的准博士生 因为不喜欢被限制打卡上下班的环境 游先生在读书期间 在餐饮业以排班方式打工 目前也有多项兼职的他 对自媒体特别感兴趣 希望收入稳定后 可以朝影音拍摄剪辑方向创业 今天餐的话就是部分 就是车展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外汇餐点制作的部分 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要看胆期 那如果是档期多的话 最多就是五六分 那如果是档期比较少的话 可能就是包含日商餐业 就是加起来就是三四分这样子 以原本的薪水来讲的话 的确有入不复出的状况 所以才会去做监裁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是希望有弹性的自由时间 可以去安排自己的工作 基本上的话 就是以这样子的状况去打工 一个月的话 至少两万五到三万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时薪也有两百起跳 那就是他也 其实我会找一个档期比较长的 可能就是他需要 就是可配合时间比较四到五天的那一种 才会比较稳定 这样的剪裁效果才比较稳定 拿出韩国语文能力测验单 现年三十岁的林小姐 原本在科技公司担任采购 离开公司后 除了靠多份零工维持收入 有英语和韩语专长的她 还在料理体验教室担任口译 她期待之后能早日录取正职工作 重返心仪的外商公司 就这阵子不管是展场活动 或者是论坛 还有一些会议的部分 都有担任接待翻译 然后还有一些学会的礼宾人员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有在那个 烹饪教室帮外国观望课做翻译 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薪资不算太低 就是还是没有之前多 但是一个月可以至少三万块 没有问题 主要是看档期 就是比如说展场一次档期 四天我就会接 或是会议一次可能三到四天 然后像烹饪教室的部分就是 只要老板他有 就是有工时的缺 他就会问我说 你今天能不能做这样 那我就会去这样子 如果是细部看来的话 大概七八份有 我觉得可以弹性运用时间 然后可以让自己之前比较身心疲惫的部分 稍微收养生息一下 因为科技也出省 毕竟可能薪资还是比较偏高一点 所以但是会希望能找到 可能比如说半人端混合型的工作 然后如果能够符合一些 比如说要离教室的部分 我还蛮喜欢 能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希望可以是这个模式 基本工资时薪从176元调升到183元 不过多数上班族并不买单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三的上班族 对此态度消极 认为合理的时薪待遇应该是206元 相较于法定基本工资 明显高出23元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有七成三的上班族 对此是表示态度比较消极的 其中53.8%的人认为说 尽管薪资调涨 但是物价还是更高 另外18.8%的人认为 调涨的幅度太小了 其实对于生活 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 那至于上班族心目当中 要多少的薪水才是够用的呢 答案是206元 那相较于基本工资 时薪183元相比 还是有23元的落差 那其实换句话说 等于治理上班族 心目当中的理想薪资 还有12.6%的成长空间 那其实钱不够用 可以说是现在上班族的 共同行身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超过55%的上班族 他们是月光族 只能勉强达到收支平衡 那另外呢 15%的上班族 几乎是弱不敷出的 他们必须要借钱 才能过生活 而只有三成不到的上班族 是有余裕可以存钱的 所以我介于此 很多上班族 愿意在岁末年中的时候 帮自己打工兼差 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八成四的上班族 他们都愿意在这三个月的时间 来进行兼差打工 那这也是2019年以来的新高 那上班族希望透过兼差打工 可以帮自己增加 14,851元的收入 其中上班族最愿意投入的产业 排名第一的是 餐饮服务业的内外厂 再来是门市销售 理货人员 还有超商店员 而比较特别的 有很多上班族愿意担任助选员 一起上街扫街 或者是帮忙发文宣等等的工作 因为岁末年中 是台湾传统内需市场的旺季 再加上可能尾牙 活动等等 尤其在餐饮服务业 我们人力银行的职缺 兼差的部分就有超过10万笔 那很多餐饮业者 为了在这段时间 可以找到短期的公读生 他们愿意给出高于基本工资的薪水 那至于上班族 他们认为要给到多少的实薪 他们才愿意投入餐饮服务业呢 答案是217元 对 其实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上班族因为有55%的人 几乎是月光族 那在他们的实薪 或者是他们的月薪 基本上正值薪水不够用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希望可以在年底 这个打工忘记的时候 可以加入兼差打工的行业 来帮自己增加业外收入 其实我们之前有针对新鲜人做过调查 发现现在的新鲜人 比起正值的工作 其实有超过20%的应届毕业生 他们是宁愿选择多份兼职 然后运用更弹性的工时 来达到赚取收入的部分 所以等于说 现在就业市场确实是在改变当中 比起过去 大家可能追求稳定工作 现在年轻人 更看重的可能是弹性工时 还有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显示 截至112年12月 有将近10万笔兼职工作机会 其中以餐饮服务业占最大宗 而根据调查显示 有高达75.3%的上班族 愿意从事餐饮服务业短期打工 但是时需必须达217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卫福部统计 去年全国幼儿发展迟缓的通报量 突破3万件创下新高 而0到3岁正是早聊的黄金期 全联方面 今年再度与第一社府合作 推广林前涓支持 若是早聊儿童的助学计划 艺人张峻令化身令老板 在全联小卖铺 与推着助信器的童童等小朋友 透过沟通辅具买卖零食 这是张峻令首次担任 第一社府公益爱心大使 希望呼吁社会大众一起支持 协助更多迟缓儿获得早聊服务 发现说原来有一些小朋友 在早期治疗的部分 其实他可以得到很大的教育程度 就是可以提升很多 包括自己的能力 然后甚至有的小朋友 刚开始是不太能够自己吃饭 然后甚至说不知道 怎么表达自己意愿 但是透过早期治疗 他的确可以给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第一社府做这样一起 我们零钱捐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社府方面表示 早期疗愈已经推广很久 不过还是有很多因素 造成持缓小朋友 无法及时获得早疗服务 因此希望透过 弱势早疗儿童助学计划 让偏乡持缓儿 也能及时获得相关资源 很多的家长呢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 主要照顾者不够手 有可能是阿公阿嬷照顾 或者是因为城乡差距 所以造成他们对小孩的发展 的进程不够了解 或者是觉得 没有这么严重 或者是身边有可能资源不够 都有可能会造成 小朋友没有办法 及时得到疗愈的这个窘境 所以我们希望呢 除了在城市地区 有早期疗愈的服务之外 我们希望偏乡也能够 更能够得到这样的资源 在拍摄公益广告过程中 张俊林发现 慈缓儿其实与一般小朋友 一样可爱又惹人心疼 因此期盼有更多人加入 爱从一开始林全娟活动 让辛苦的第一色 普通人有更多力量 为更多慈缓儿服务 我们在一开始玩的时候 包括其实那一整天下来 我们拍了三支广告 到后面我们还有跟小朋友 一起在那个充气的玩具城堡 一起玩 然后他跟你的互动的感觉 就是很熟悉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 有很多很多的欢乐 然后我们包括在行动 那个玩具城堡上面 有的时候小朋友 开始爬的时候 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去踏 那个位置 让自己可以跑得比较成功 然后当你去用他的脚 你把它放在正确位置上 一次两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下一次他们真的知道 我要往哪里跑 往哪里爬会比较顺利 就是这些的沟通 他们都是有感觉的 然后他们也会记得 然后当你看到他们的表现 有进步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爱总一开始 我们率先的抗产影域 捐出的是1000万的福利点 这已经是全联 第二度与第一社府合作 推出零钱捐活动 去年总募款金额 达2300万元 今年除了率先捐出 等同现金100万的 1000万点福利点数 更打造两辆行动超市车 与带着充气城堡的 行动玩具车紧密结合 从原本花莲嘉义两条路线 进一步扩展到新竹与屏东 需要让更多偏乡 此反而有机会在早聊黄金期 获得专业照顾与服务 我们希望跟他的行动玩具车 更紧密的结合 透过儿童在玩游戏的时候 很自然的社工就在旁边评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及时接住 这些藏在那种偏乡家庭里面的 持缓儿 可以让他们 让父母亲 阿公阿嬷带出来之后 可以及早接受治疗 掌握0到3岁的早聊黄金期 所以今年度我们希望 把这个路线 从原来的两条线 花莲 嘉义 扩充到新竹跟屏东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偏乡的孩子 有机会把握这个黄金期 可以接受更完整的早聊的教育 让他们有机会 跟正常的小孩子一样 可以上学 可以完成他们心中的梦想 根据卫福部方面的统计 去年全国幼儿发展 迟缓通报量突破3万件 创下历史新高 第一社福方面 期盼有更多人加入 全年零钱捐活动 一块点亮为光 将这份爱心 扩及全台湾各个角落 让所有弱势小朋友 也能有机会翻转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昨天晚上金融市政府办理金融七堵烟火加年华活动 由于天气好 人潮爆满 万人空想 璀璨的烟火照亮七堵的夜空 今年的七堵烟火节烟火施放长达六分钟 也将活动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 晚会部分也很精彩 除了展现社区火力 也特别邀请艺人漂亮宝贝苏又荣 以及市长钢琴王子许哲成等人来开唱 抽奖活动时民众也很期待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沛祥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张耿辉 以及联恩典等人分别抽奖 抽出50寸电视机等多项大奖 规划在七堵区从校街的美食小吃区 各项摊位吸引满满的人潮 万头专栋 市长谢国良立委林沛祥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以及张耿辉等人 从美食区一路走进来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夏区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更是连续第14年在现场 和小笼包餐车业者合作 设置行动补给站 免费提供小笼包以及酸辣汤等 给在现场执勤勤务的警察们享用 补充体力 也受到警察局长翁群能 以及三分局分局长佟宝贤的感谢 为你群群加油大气 耶 而七土区卫生所同样在现场涉滩 除了宣导各项卫生及疾病预防政策之外 也设置新冠疫苗接种站 在医生问诊把关下为民众施打疫苗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更是亲自到现场督导 再三提醒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 今年的烟火节主办单位 基隆市政府七土区公所将活动场地规划得更完善 再加上天气大好 人潮爆满 万人空向 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沛祥都承诺 明年将让七土烟火节释放烟火的时间更长更漂亮 今年的烟火比去年的更棒更亮对不对 那我们明年比今年更久更灿烂更温馨好不好 好 那你要记得冯群长 你一定要帮忙我们把更棒的烟火端出来 好谢谢大家谢谢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好运连连来之外 明年贝翔会全力配合我们基隆市政府 配我们国良市长把这烟火秀放得更漂亮 放得更好好不好 好 祝大家平安健康新年轻轻 谢谢 我想刚刚市长提到说 明年的烟火比今年会放得更长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给市长先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市长 还有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林立伟 这个你要加油一下 要帮忙我们争取更多的金费 在意图在青鲁区 今天的烟火节是不是很成功对不对 我们谢谢市长 我们谢谢区医长跟我们区公所所有的同志能源 大家非常的辛苦 明年再来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我们基隆市长让你听清楚 明年要更好 所以要多变一点经费 我相信我们副医长在这边 还有蔡议言在那边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好不好 好 市长说实在我当六千他真的很用心 六千都没做 他这次做一年都做了 所以我们一起发声鼓励 谢谢 非常开心 我们在这个元小姐的前夕 看到这么热热的烟火 我想每一个人都 我刚从头看到尾 我们全部人满满的 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成功 也谢谢我们区公所 烟火释放时的火树荫花照亮七堵的夜空 也让七堵烟火节 持续成为基隆观光的一大特色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进来看市府今年搭配金融年 推出招财金融小提灯 特别准备了八千个小提灯 分送给基隆市公司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小朋友提着龙年小提灯好开心 市长谢国良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市府发言人于志明 一起亮相今年的这款 招财金融小提灯 融身上有喜气洋洋的金币 搭配五颜六色的灯光 象征金融年龙转乾坤 圆满丰收 这个龙的灯笼有什么样的造型 你特别喜欢 这是有一些金币 它上面有亮亮的金色是吗 什么节日我们要提灯笼呢 元宵节 元宵节啊 那你喜欢这次的灯笼吗 喜欢 它是什么动物 是什么 元宵节快乐 师傅表示 今年特地准备了8000个小提灯 分送给本市公司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一般市民朋友 也可以在2月19日上午10点起 至2月24日 在基隆旅游网 脸书粉丝专页 按赞及分享活动贴文 就可以到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现场领取 限量800份 送完为止 那等于是一个小小的劳作的作品 对对对 那里面也有灯光 那又符合这个 希望今年大家龙年都大发 是一个金龙年 所以意象也非常不错 那欢迎大家来索取 今年是假成年 也是我们的龙年 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一款金龙造型的 一个龙的提灯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采用很多的 这种金的钱币 那也象征着希望大家 可以能够招财敬保 裁员广进 这款招财金龙小提灯 还可以立在桌上当摆饰 非常适合亲子共同DIY手作 一起度过快乐的元宵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赖瑞安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就开预备会 确定将从3月4号到15号举行临时会 东岸商场的争议 最受市议员们的高度关切 要求市府把整个事件 从前朝到当朝的厂商招标 得标订阅内容 来龙去脉 通通说清楚 基隆市议会召开预备会 确定将从3月4号到3月15号 举行临时会 其中东岸商场的争议 最受到市议员们的高度关切 因此民进党籍和五党籍市议员提案 要求市政府要把整件事情 从前朝的基隆市政府 如何跟先前的厂商定约 新建东岸商场到营运 一直到当朝的市政府 如何透过促餐招标 跟现有得标的厂商定约 整个来龙去脉 通通摊在阳光下 要求基隆市政府说清楚 到底市政府是根据什么样的 一个法律规定 可以在没有法律的 这一个规范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破门进入商场 接管商场 那这样的一个争议事件 引起众多的瞩目 那事实上基隆的新闻 从过去到现在 一些重大新闻 都是一些比较具有争议的 那我们认为说 现在这一个东岸商场 接管的争议事件 又引起全国的一个关注 在前朝的话 因为现在最近媒体的话 也写了很多 那个为什么 跟那个大日工 大日的 大日开花 签订合约 为什么当初前市长的话 比方是OT案又改为ROT案 这些问题都是有问题 希望 对ROT案 对一并报告 这样才那个 厘清清楚 不要让社会 照到一个负面的消息 我想这个并案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都应该要 遵守这样子的原则 不管是合法 还是要合理合情 所以希望 市政府可以 透过这一次的 报告之后 那让我们市民了解清楚 整个状况的原委 包含就是 交接点交的过程等等 都应该要进行 它依据的法令 跟它相关现在 在法院现在有进行 相关的诉讼 有哪些诉讼的报告 应该都要包含在内 有三份资料 希望先送给 本会的所有议员 第一个是 依照出参法 在进行新的委外评估的时候 要进行可行性评估 跟先行规划 可是这个资料 原则上它该要公开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次的 这一次OT的过程中 它没有公开 然后第二个是 也是依照出参法 每一年都要进行 所谓的营运绩效评估 就是从104年10月 大致公司取得标案的时候 市府其实每年 都要进行绩效评估的审查 所以这个104年开始的 每一年绩效评估审查 到底有没有做 依法它必须做 但如果有的话 也就提供给所有议员检示 我觉得在这个议题的 讨论性上来说会比较完整 也是给微风20加10的这一件 这个满场的一个期间 尤其在相关权利金的金额上来讲的话 跟过去大致比它只有五分之一的 相关的一个价格 应该说我们可以收回过去 只有五分之一的权利金的一个部分 那我希望说市政府针对于 微风未来它如何做 所谓的商场的一个投资 它的营运的方向 跟营运的内容到底为何 应该说它整体的一个营运计划 应该要来向议会来做报告 要不然这个促参 它是一个20加10的一个概念 说实在的 我们卸任了之后 可能微风还在持续的营运 也请市府针对 本案一定要30年以上的 那个案子 这个合约的必要性 的这个相关的说明 请市府针对这一个特别的点 因为我担心到时候 会变成一个综合说明 然后市府就会 呃 就是挑 挑着讲 结果有些东西 我们希望听到更详细的 就会跳过 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浩瀚议员 有提到就是说 针对年限 比如说20加10年 这类的这个议题 应该要 像我们金融市议会 来这边做后续的 包含各个 都有20加10年的个案 这最近的东岸事件 我想比较形成重大的争议 那全国的新闻曝光度 也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很多议员 部分党派都表达相关的意见 我们也请议事主 来会整大家的意见 终整 最后到临时会的时候 请市长 还有相关的局处长 都来做完整的说明 让我们市民可以清楚的了解 相关的争议点在哪 那我想这就是市议会 非常重大的功能 那这段时间 其实也有其他案子 大家也在讨论 所以我们这个预备会 大概排了这个 八个案子 来在临时会的时候 都请市政府做报告跟说明 还有我们相关的附带决议事项 所以我想 金融市议会在这段时间 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规范 就是我们所有议员的提案 这个会期 如果没有讨论完 我们到下一个会期 会持续的来讨论 我想这是一个 完整的监督功能 那我觉得我们在 不管在公开 透明跟监督的功能相关上面 我们议会会来加强 那相关的这个 让议员代表人民的声音 可以更完整的呈现 那也请市政府认真负责的 来说明整个金融市 未来的愿景跟发展 另外针对金融市消防局长 被爆料有婚外情的事件 消防局长周六下午主动请辞 职务由副局长站带 至于东岸商场争议 市长谢国良表示 已经释出善意 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与消防局长向永才 突然被爆料出 有婚外情的事件 也引起关注 市长谢国良同样强调 这个周末完就能够 厘清整件事 怎么处理会有一个结论 向局长的部分 我们还在了解当中 我们希望尽快在这个周末 可以把相关的情况 跟实际的情形 跟我们未来要处理的方式 能够厘清出来 然后这个周末完 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结论 市长谢国良早上才表示 周末完会有结论 不过不用等到周末完 下午基隆市政府主动发布 新闻稿表示 消防局长向永才 已经主动宣布请辞 职务将由副局长站带 对此基隆市政府感谢向永才局长 这段期间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与努力 基隆市消防局会持续为市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把关 动案商场争议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连基隆市议会也要求基隆市政府 要在三月初举行的临时会上 报告说明清楚 市长谢国良表示 市政府已经释出善意 看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而副市长邱佩玲也已经联系上Net 我的说法还是跟我在春节团拜的时候 说法一样 没什么改变 我们释出善意 跟他表示善意 看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据我了解 我们副市长有跟他们联系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位在仁爱区南新街51象山上 有一座500吨的红弹山配水池 设置20多年 内部都没有清洗 导致淤积严重影响 约300多用户用水的水值 立委林佩祥邀及水公司 一区处等相关单位的人员会刊 预计2月底前 由一区处派人清洗 蓄水池内部让民众安心用水 这座位在仁爱区南新街51象山上 500吨的红弹山配水池 设置20多年来 内部没有清洗导致淤积 居民向里长和市议员增济严反应 严重影响附近住户用水的水值 应该滴水池应该是一年要换一支 现在一个月就要换一支了 整支海绵都是黑的 都很混浊 里面反应 感谢委员 不过开工就来给我们帮忙 还有水公司也是昨天有来会看过了 我们这边应该是51项31项尾 这边可能是300多户 都使用这个被水池的水塔 那因为也有接过里长的反应 然后那个绿水器很快就脏掉了 然后这边也拜托我们林佩祥委员 那林佩祥委员也迅速的通知自来水公司 然后马上来做会看 然后自来水公司也承诺了 未来一定会定期的监控 这个被水池让民生用水能够无虑 因此市议员曾继炎特地请立委林佩祥 邀及水公司一区处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一区处也当场承诺 2月底前将派人清洗这座 宏诞山500吨配水池内部 让居民安心用水 这个水池我们洪诞山这个500吨的水池 那我们预定在2月底的时候会把它重新再清洗一次 那耳后我们也会定期的做清洗的动作 洪诞山被水池的会刊是佩祥在从去年选举的时候 就曾经跟我们李建德领理长 跟我们曾继炎议员一起来讨论过 需要急需马上处理的事情 那这边我也对于自爱水公司 很快速的去做出反应 来符合民生的需求 表示绝对高度的肯定 从刘文雄委员那个时候争取来之后 现在也经过二十几年了 那这二十几年的时间 那清的时间比较不固定 所以到现在我刚刚听说 我们在这边用水的好朋友 已经将近说一个月要换一只绿水星了 那佩祥在这边很高兴 说我们这次的会刊能够立竿见影 高地供水在基隆 不会是只有我们仁爱区 洪诞山我们这边这个被水池这边的问题而已 而未来佩祥也会激起配合各地的里长 各地的议员 去办理各地高地供水 怎么样去改善 去改善现况 然后提供我们所有基隆市市民 一个更好的用水 一个更安全的用水环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再等一来看 市长谢国梁特地和基隆市体育界 各单项委员会主委 及体育选手查续 听取意见 希望可以增设体育班 让基隆市的体育向下扎根 另外也希望可以增加相关的配套 为选手们做好防护和附件等工作 提升选手状态 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杨贵杰和副处长徐燕丽 陪同夏 基隆市长谢国梁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 郑锦舟以及各单项运动委员会主委们 和选手握手寒暄 在教育处查续听取意见 谢国梁强调希望可以增设体育班 让基隆市的体育向下扎根 首先我希望我们在体育方面能够向下扎根 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体育班 这个是我们一直很希望做的 谢国梁也希望可以增加相关的配套 为比赛的基隆市体育选手们做好防护和附件等工作 然后在体育选手在未来的整个比赛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配套 有些像协助他们按摩附件等等 可以提供提升他们选举选手的状态的 运动的状态的部分 我们也都会尽量积极来协助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瓦斯热目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意见是否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